罷免高雄示了韓國瑜的投票,下個月6日舉行,民調顯示罷免有機會通過。 台灣蘋果新聞網委託機構上星期訪問大約一千人,一半人說當日一定會投票。 其中三成七人會投票同意罷免,大約一成人投不同意。 推算同意罷免的會有大約62萬票,高過57萬的門檻。 不過分析說,部分人不是住在高雄,考慮到疫情和交通等因素未必會回去投票。 這次是中選會公告,巴韓投票日期後首個傳媒民調。 一旦通過罷免,高雄要在三個月內補選市場。